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排名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大文老师 好 我常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的观念 股票市场赚钱 你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 好 台股的指数我们看一下 来导播我们先看一下台股K线 台股从5月初 5月初就已经供到1万1了 今天再上供1.425 所以换句话讲 台股从5月份以来又大涨了400点 而且今天台股又在创波段新高 那话讲回来了 台股5月份以来又大涨400点 创波段新高 那照理论上来讲 是不是大家都应该赚钱 很抱歉 很抱歉 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股票市场你不要以为 大盘涨你就会赚钱 我讲过 你乱买股票 保证乱套 我告诉你 只有锁定真正的主流强势股 你才能跟着大盘 创新高 一起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我想这个观念 全市场 恐怕只有我这个节目 你听得到这样的言论 很多老师 指数一创新高 就跟你在那边歌功颂德 但是话讲回来 你又不赚钱 我们讲真话 我讲过股票市场 锁定主流 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一定要从筹码结构 去掌握到 到底大户在进货的股票 将来当然会大涨 但是如果大户在出货 很抱歉 将来指数创新高 它照样跌 我们看一下五月初 全市场都在疯狂的 一昧的在追什么 生计股 所以五月初 我特别贴出这张 公开告示 五月初 这是五月初 跟全国投资朋友 尤其我们东森 亲爱的同学 我说台股涨了2500点 当时来到1万1 我说接下来五月份以后 谁还会大涨 这个你要搞得很清楚 操作要很谨慎 你不要以为 接下来指数创新高 你乱买股票 你就会赚钱 很抱歉 你不仅赚不到钱 你恐怕还要赔得很重 我们亲眼看一下 五月初当时 我警告生计股 我说高档爆量出货 来导播我们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洪康 亲眼看一下 五月初的洪康在90多块 今天杀到60多块 你告诉我你赚钱吗 我们看一下盛宏 五月初55块 今天杀到30几块 台股创新高 所以五月初去买生计股的 今天我相信 伤痕累累 伤痕累累 让我们再看一下电子股就好了 环球金 五月初390 你看看 杀到350 今天还在300 这个七八十块这里 你照样赔钱 五月初当时 金电 miniLED 来看一下 当时四字头 今天三字头 五月初当时南电 看一下 当时70多块 今天50多块 所以全国投资朋友 那大盘看一下 大盘五月初 一万一 今天一万一千四百点 所以大盘创新高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很多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是满手套牢 五月初当时 你只有听张老师的话 重压今年的5G主流 什么 5G晶片 联发科 5G多镜头的 郁军光 亲眼看一下 联发科五月份 联发科五月份 五月初300多块 今天已经快500了 所以五月初你不啰嗦 你跟我 对不对 五月初当时 很多投资人找我们 都是一样 很多投资朋友 股票一大堆 二三十档 我全部卖掉 算一算 有300多万 三四百万 你赶快买联发科 十张到今天 是不是100万 是不是100万 郁军光看一下 五月初 郁军光多少 400多块 这个礼拜来到快600了 所以投资朋友 不是不能赚钱 而是你的做法 那有的人说 张老师我有听你讲 联发科 我买一张 结果呢 什么都一张 对不对 买了二三十档股票 那你赚不到钱 联发科赚钱 结果你只有一张 懂吗 所以资金要有效 集中锁定主流 这就是我一再给大家报告 你一定要懂得 资金 讲很不客气的 重压主流 所以这段时间 我也感到很欣慰 很多东森投资朋友 通通来找我们 有的讲真的 年纪都很大 都是我的大哥大姐 那搞了一辈子股票 那当然这段时间 在我们的建议之下 股票也通通 从五月初 集中到像联发科 集中到像郁军光 这样的股票 轻松 对不对 又开心 对不对 你看郁军光 从五月初 四百多 随便买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甚至前两个礼拜 还在四百五十多块 今天涨到五 这两天涨到五百八 是不是躺得转 而且很轻松 又很开心 对不对 联发科 也是一样 五月初很多人来找我们 当时三百多四百 资金 集中重压 对不对 有个三四百万 你就买十张 对不对 多了你就买二十张 到今天 还在四百九十块附近 你就是脑袋很清楚 而且每天很轻松 你不要搞了二三十档 张老师 这个也套牢怎么办 那个也套牢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二三十党 怎么可能照顾得好 所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的观念 对不对 只有锁定主流 你才能跟着大盘一起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这也就是我的节目中 我们的筹码 筹码论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锁定主流操作的观念 好不好 好 那其实五月初已经警告你了 谁会大涨 你跟上我的脚步就对了 好不好 自己不要乱买 你买到红康 买到保龄富 你自己看看 对不对 买到盛红 你告诉我怎么办 大盘 大盘今天创新高 你的股票结果哩哩哩啦 套牢赔钱 是不是很难过 对不对 环球金 对不对 南电 你自己看 甚至前两个礼拜 你去追什么姓华 你去追维影 是不是 追雅德克 你马上惨赔 所以主流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你看不懂主流没关系 赶快 好不好 这个拨电话进来 张老师会带着你 亲自手中持骨 重压锁定主流 你接下来人生就是彩色的 对不对 就轻松 就是躺着看你的股票 对不对 跟着大盘一起 不断不断的创新高 就像联发科 就像郁金光 这一个多月 大家亲眼看到 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创新高 这就是主流 好不好 好 那只有锁定主流 你才能真正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这一路联发科 我想已经跟大家讲的太多了 对不对 从三月份破300 甚至四月份打回340块附近 当时外资4月23号 你看看 当时外资调降联发科 目标价300 当天我特别在东森媒体公开呼吁 我说大户进货 你不要被外资骗 外资讲的话我坦白讲 对不对 你不要当真 张老师当天告诉你 大户进货 跟着我买 权利做多 对不对 结果五月初 跌到390多块 我告诉你 还是买 就供到479 甚至两个礼拜前 利空 拉回440 我是不是特别告诉你 从筹码结构 导播我们K线看一下 两个礼拜前 放大点 稍微放大一点 对不对 OK 好 停住 有没有 在 对不对 跌到440块附近 我说 全坡的跳空缺口 我大户拉回 还在首多 既然大户首多 我说股价还会涨 放心 结果呢 493 就连五月初 跟上我们的操作 一样大涨了100块 是不是 10张是不是100万 听懂没有 这不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那你好好问问自己 我相信10月初 很多人对不对 10张也不过三四百万 很多人都有400万的资金 但是五月份以来 你400万的资金 有没有办法 帮你有效的赚100万 如果没有 表示你的投资策略有问题 赶快来找我们 好不好 那当然联发科 共到493 这一路跟你讲 对不对 它的这个 基本面 产业面 我想大家已经听都听 对不对 我天天讲 三星 对不对 都下单给连发哥 那昨天 这是昨天最新的新闻 外资喊多少 对不对 那我的意思 参考参考 外资的话 我们从来不当一回事 现在很肯定的 就是连发哥 多头趋势没有改变 好不好 这个 至于要到哪 跟着我们的操作 好不好 当然短线面临500 这里让它震荡整理 很正常 很正常 稍微整理一下 连发哥会长到哪 跟上我们的操作 再来今年 除了连发哥 我最看好的 就是苹果的什么 光学双雄的谁 郁军光 那郁军光也跟大家 一再一再的 从三月份 告诉你出货倍增 去年EPS 已经冲到二十几块了 那今年出货倍增 而且第一季的获利 还百增 百倍 比去年第一季 获利大增百倍 那你告诉我 今年EPS多少 是不是 那未来股价多少 二十多块 对不对 这个 你看大力光 对不对 本一比都是二三十倍 所以 郁军光从破三百 甚至拉回四百二 甚至前两个礼拜 拉回四百五十块附近 告诉你 拉回都是做多 好不好 这是今年基本面 我们除了联发哥 再来最具爆发性的转机 就是郁军光 一路叫你中压 不啰嗦 是不是 上礼拜是不是问你 什么时候 会再突破五百 创新高 结果呢 六月一号 果然 五百就来了 还没完 五五三 昨天 五八二 自己看看 这一路 郁军光 十张 已经快要三百万了 甚至连上礼拜买的人 是不是 十张也一百多万了 甚至前两天 五百一十多块买的人 十张也快六七十万了 这就告诉你 资金一定要懂得 集中 重压 主流 不是叫你重压 乱七八糟的股票 那你会 伤得很重 重压 真正 专业 法人 看好的 大转机的股票 这样就享受 大破端的获利 好吧 那郁军光 会长到哪 好吧 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iPhone的 A11 平价手机 卖得十分的好 这已经跟你讲很久了 对不对 第一季营收倍增 最可怕的是 获利喷百倍 所以郁军光 会涨到哪里 好吧 那当然郁军光 我们看一下K线 短线当然 实在喷太凶了 对不对 前两个礼拜 还在四百五 这个礼拜 来到五百八 十张又一百多万 当然短线面临六百 这里势必要做一个整理 但是 我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从整个产业结构 筹码结构 很肯定地告诉你 郁军光 这一波 绝对是一个大行情的展开 好不好 所以 错过郁军光 前面已经涨了快三百块了 我告诉你 这个礼拜 郁军光 有一次最重要的 拉回的买点 好不好 你要是错过这个买点 那就很麻烦了 来我们缩小一点 我只提供给大家 做两个参考 导播再缩小一点 郁军光全波的高点 导播再缩小一点 我们看一下 对吧 好好 对对 郁军光全波的高点 是不是六百二 所以他现在面临六百 当然要势必的筹码 要稍微做一个整理 那我只提醒大家 郁军光如果一旦突破六百 六百很快就到了 对不对 一旦突破六百之后 郁军光会何去何从 郁军光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好的把这个思考逻辑 摆到心里 好不好 所以有大资金部位的 我都劝大家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这一波 郁军光大行情 这是几十年来就等这么 魔剑数十年就等这么一天 你千万不要错过 所以有大资金部位 想掌握郁军光 接下来大波段行情的 赶快跟我们联络 真的赶快跟我们联络 绝对要把握 这一波最后上车的机会 好不好 再来国具 这一波从两百多 三百二 告诉你拉回都是买 是不是冲到四百二 又大涨了一百五十块 那前两个礼拜 拉回三百五多块 我特别在全国东森 我们找盘十一点连线 上礼拜还在讲 在三百六三百七 我说还没赚到钱的 你赶快去买国具 连盘中连线都跟你讲 对不对 免费服务 告诉你国具还会攻 还会挑战四百 上礼拜还在讲 今天有没有四百 张老师讲的话都不会骗你 又涨了快四五十块 好 那更精彩的 今天早盘 国具来到四百了 我今天早上十一点钟的盘中连线 是不是告诉你 没有买国具的 国具第二 对不对 国具第二是谁 你要是不知道打屁股 对不对 被动员圈双雄 除了国具就他 今天早上十一点多 盘中连线还告诉你 上礼拜已经送你国具了 涨了快四五十块了 那国具今天来到四百 对不对 盘中连线当时十一点的时候 告诉你 国具第二 来当时亲眼看一下 十一点钟的 十一点多的时候 国具第二 是不是 还在两百块附近 告诉你赶快下去买 自己看看 连今天听我们十一点多 东升盘中连线的 国具第二 买完又涨十块 是不是一张一万 三张三万 所以赚钱并不难 筹码要看得懂 好吧 那国具第二会涨到哪 好吧 再来一路之前 给你报告的夹金淡化甲 自己亲眼看一下 这都跟你讲了一两个月了 从四十多 六十多 今天自己看一下很夸张 已经快要八字头了 那还讲什么 这都涨太多了 再来之前给你报告 联发科第二 细致财 对不对 那金星科从八十 一百一 赶快买 冲到一三二 是不是 连这一两个礼拜 又涨了二十块 十张二十万 二十张四十万 好吧 短线当然涨多了 要整理整理 那这一天也传出 大陆这个大基金 会投注到 risk架构 那金星科 未来还是会有题材的 要注意一下 那金像店之前 从二月份十四十六 甚至四月份二十六 天天告诉你 涨不停 自己看看 涨太多了 那冯高来到快四十块了 已经告诉你 冯高稍微要站在卖方了 不要追 不能追 我也告诉你不要追 很简单 好吧 那错过金像店的 那注意一下美光 上修财测 所以第一任也值得注意 上礼拜曾经涨了一波 这个礼拜拉回 要注意一下买点 注意一下买点 好不好 那细制裁的话 那这档细制裁二号 好不好 也是大户筹码 才刚刚翻多 也值得大家注意 那还是一样最重要的 联发科 郁军光 国聚 这一波到底要涨到哪 有大资金部位的 这都是你要把握 重压的股票 有大资金部位 不知道如何操作 想跟上联发科 郁军光 赶快 跟我们线上助理 做个联系 好 更多个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大户球马论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我们先谈一下台子旗的操作 我讲完台子旗 一二三百万潮盘法 今天已经是大数据 AI城市时代来临 所以在台子旗操作 头头的朋友 千万要利用AI城市 计算法案筹码 得到明确的方向时间价位 你只要SOP指引操作 对不对 很清楚 这一波从三月中 8500 AI城市带来全国头征 全力向上翻多操作 第一波段 大涨2500点 5月25号回跌300点 拉回10692 AI城市再度公开呼吁 5月25号一早9点多 10692翻多 29号10829 还在翻多 6月2号对不对 夜盘11104还是多 甚至昨天早上10点多 11238还是多 就这么清楚 就这么简单 今天一早11425 你自己看看 又是700点的行情 又帮你掌握到700点 大波段的行情 台股目前很简单 一句话 多头向上趋势 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你千万不要乱放空 不要乱放空 还没涨完 好 那股票 我们讲过 只有 对不对 买对主流 锁定主流 才能破断获利 乱买股票 会满手套了 对不对 5月份警告你的生计股 宏康 保龄富 圣宏 这都是当时警告你的 好不好 那5月份以来 你去买环球金 南电 金电 你照样赚不到钱 甚至上礼拜 你去追信华围影 也是赚不到钱 所以这一波段只有跟着我们锁定联发哥 从270 340 是不是 甚至390 拉回都是买 甚至440 还是多 亲眼看一下 已经快要500了 到底联发哥会涨到哪 好不好 有兴趣的 跟上张老师 大波段的操作 锁定主流 大波段的操作 你才能享受大波段的活力 好不好 股票买一大堆 这个一张 那个一张 那个一张 我告诉你 一辈子都赚不到钱 对不对 好 再来 那除了联发哥 今年多镜头 郁军光 已经告诉你 出货倍增 对不对 获利爆发 所以从破300 对不对 420 甚至前两个礼拜 拉回450块附近 告诉你 大户还在首多 既然拉回首多 股价未来还要涨 是不是 还要挑战五字头 甚至创新高 结果呢 这个礼拜 503 553 582 投资朋友 你看看 涨多少了 就连这个礼拜 又涨了六七十块了 好不好 波段已经快300块了 连方 郁军光到底要涨到哪 公开场合 当然我们不方便讲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礼拜 趁郁军光 在攻六字头之前 会有一个最后的 拉回的买点 你千万不要错过 我只能提醒你 好不好 那想跟上 郁军光今年大波段行情 务必把握 好不好 赶快大资金勿位 赶快归队 好不好 郁军光大波段的行情 千万不要错过 好 那再来 国具被动元件 这一波从200多 320 350 告诉你还会攻 今天是不是400了 对不对 又涨了 对不对 从上礼拜到今天 又涨了快四五十块 甚至错过国具的 今天 东升盘中连线 国具第二 东升盘中连线 还在200 告诉你赶快上车 结果 讲完两个钟头 210 又是10块 好不好 那国具第二 会涨到哪 好不好 国具会涨到哪 那最重要的这一波 联法科 郁军光 国具 到底大波段的行情 要涨到哪 有大资金部位的也好 有的人资金不够 你也可以重压 一张两张 也可以 对不对 将来 大波段的行情 你才能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所以这个地方 呼吁 好不好 想跟上 郁军光 联发哥 国具大波段的行情 赶快 跟我们做个连线 跟上我们的脚步 感谢芳心 也提醒观众朋友 节目中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案 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